别误判习近平 两岸战争可能来了 德国媒体分析 西方制裁为何不能杀停俄乌战争 日本警示厅揪出暗中案 两名中国籍女子设中共秘密警察站 杨恒均放弃上诉 表示跟中共司法讨公道没有意义 中国小粉红用AI合成梅西道歉视频 智库分析 中国父母负担全球最沉重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星TV两岸药文 今天是2月22号星期四 在广告时间里 我们来介绍赞助网站健康520的产品用户反馈 在过去的三个多月里 我们向您介绍了三高代谢保 并且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回馈 像是65岁的陈女士就告诉我们 在服用降血压药三年之后 她的血压依然是偏高 然而当她停止使用降压药并且开始服用三高代谢保之后 她惊喜地发现 她的血压回到了正常的水平 她笑着说 以为是自己的血压剂出现了问题 因为下压很难降的 但是我觉得下压很明显低了 是多少数值? 80 70几都试过 不过我有点怀疑 我这么低会不会啊 有没有那么好啊 自己有点怀疑 有一次量度80 80就130几 有一次30几那次上高是120几 直接凉到不得了的 120几和70几 不过我是不是过机都不信了 我是不是那些东西试啊 还是过机啊 不知道 我自己当时就觉得 从来没有好像这么美过 更多的信息呢 您可以访问健康520网站 我们期望给您带来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 好的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共借助渔船在金门海域翻船事件 不断的挑衅与试探 一时间 台湾海峡再度阴云笼罩 中共党会是否确实有意开战成为关注的焦点 与此同时 中共内部的动荡在加剧 这也会影响台海的局势 中共海警强制登上金门观光船检查证照 中共海监船闯入金门禁限制海域 被遣返大陆的所谓渔民登上党媒指控台湾 这一系列的动作不断的推高台海局势的紧张程度 时事评论人士江森哲在节目中说 不要误判 别以为习近平就不会对台湾动手 他打金门的可能性非常大 江森哲认为 大陆与台湾之间爆发一场 局限在金门岛低强度的军事冲突 这种低强度的军事冲突 使习近平政权转移内部矛盾的绝佳机会 金门的地理位置特殊 距离厦门只有3公里 和台湾人普遍抗拒中共不同 金门 厦门 民间互动频繁 2021年的数据显示 金门约有4万户家庭 他们在厦门购置的房产就有约2万套 而且岛上有基础设施不足缺乏淡水的劣势 1949年的10月份 共军曾进攻金门岛以惨败高中 登上金门岛的9000共军当中 近4000人阵亡 5000多人被俘 之后中共就再也没有尝试用军事手段抢夺金门岛 江森哲说 有距离大陆非常近的金门马祖载 台湾和大陆之间就难以划分国界 这对中共有利 因此毛泽东时代从政治层面考量 决定不打金门 但是现在对习近平来说 打金门反而是有利 因为可以转移国内的矛盾 普京就是一个榜样 俄罗斯经济每况愈下 如果没有入侵乌克兰这件事情 普京不一定能够连任 现在习近平对经济也是毫无办法 人们怨声载道 但是一旦发生战争 经济就不重要了 而且只要共军不跨越台湾海峡 美军也很难介入 经济问题正在促使中共内部各领域分裂 龙岩新年期间 中国多地出现了张献忠 显示民间院起无处发泄 最近为中共公安部国安部担任黑客拥兵的 安巡公司大量的内部文件被泄露出来 曝光中共曾攻击并渗透印度 泰国 越南 韩国 以及北约的政府部门 美国硅谷通信网络资深工程师中山 对大纪元分析说 安巡公司背后的实际控制人 一定是国家层面的重要人物 而从被泄露的安巡内部对话记录来看 事件可能是离职员工心怀不满 里应外合把资料泄露出来 能报这种料的人在公司内部级别一定是不低 中山认为 反水者已经是安全逃到了海外 后面可能还会有猛料 因为中共方面连辟谣的消息都没有 估计现在还在暗中博弈的阶段 安巡事件堪称是中国最大的泄密案 显示经济动荡的背景之下 中国社会由上到下都在分裂内斗 这势必威胁中共政权 可能促使习近平对外开战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中共军队缠着可能是能力不足 社交平台品葱上有人透露 发小在部队服役 最近放探亲假回家 但是探亲假还没有休完 就被紧急的召回部队了 作者和发小聊天得知 新兵入伍 每天几乎都是迭辈子 跑步 走路 立正和强化政治要求 要对党 忠诚 学习习思想 一年练枪不超过两个小时 每次六发子弹 部队的贪污也是相当的严重 进入部队 在部队入党 都要花钱买通 作者说 这种部队出征打仗 会是怎样的结果 可想而知 G20外长峰会 2月21日在巴西里约日内录召开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是会议重要的议题 这次G20会议正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整整两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将出席峰会 德国之声在21日发文讨论西方持续两年的经济制裁 为何没能阻止这场战争 文章说 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金融体系采取了核弹级的制裁 包括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的海外资产 将俄罗斯排除在SWIFT国际支付系统之外等等 俄罗斯虽然受到严重的影响 但是并没有崩溃 在制裁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方面 欧盟当时过于依赖俄罗斯的能源 因此制裁不乏迟缓 直到2023年才推出对俄罗斯能源禁运 并且对俄国石油设定价格上限 俄罗斯通过影子舰队 证书造假等方式绕开石油限价 并且依靠中国和印度这两大石油买家大赚特赚 俄罗斯石油销售收入在2023年甚至超过了2022年 德国之声总结说 2024年 俄罗斯开始大张旗鼓的增加军事预算 将国防和安全开支提高到国家财政预算的40% 同时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索宁表示 战争开始后 俄罗斯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准已经下降 而且幅度相当的大 人们的生活确实比两年前要差 但是还没有恶化到足以引发重大政治变革的程度 索宁认为 战争并没有按照普京的计划进行 但是我认为 他们对于继续这场战争仍然是深信不疑 他会继续这场战争 直到最后一口气 流亡的俄罗斯经济学家古里耶夫认为 只要俄罗斯经济没有被彻底摧毁 普京就会利用铁拳统治 让俄国在战争深渊里越走越远 日本警视厅公安部2月21日 以涉嫌欺诈罪将两名中国籍女子韩宋检察官办公室时 牵扯出中共海外警察的暗中案 综合共同社和日本放送协会NHK的报道 被送检的这两个人分别是在东京开公司的44岁女性 以及齐宇县59岁的公司高管 警示厅指 疫情期间 这两个人以经营整股院为幌子 向日本政府申请100万日元的补助金 但实际上经营的却是不符合补助条件的色情按摩院 值得关注的是 调查发现 这两名女性同时是中共在日本设立的海外秘密警察站的成员 根据西班牙人权团体保护卫视去年2022年曾发布的报告 披露中共在53个国家设立超过100个海外秘密警察站 来监控中国留学生和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 保护卫视的报告曾提到 日本至少有两个中共警察站 分别位于东京市秋叶园车站附近和九州的福岗市 本案的这两名中国籍女子 就与东京市秋叶园车站附近这个中国站点有关 报道透露 这个秋叶据点位于一栋大楼内 外观是一间普通的民宿旅馆 但是新箱上挂了日本福州商会 日本福州十亿社团联合总会等组织的名牌 还以福州景桥事务海外服务站为名 接受更新中国驾照等事务 这两名中国籍女子拥有秋叶园这栋大楼 也是其中一个福州社团的干事 与这个中共秘密警察站关系匪浅 警示厅表示 目前还没有发现该团体有侵害日本主权的行为 但会持续调查其活动 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杨恒均的家属21号表示 杨恒均已经放弃上诉 因为对中共的司法制度缺乏信心 且担心上诉反而会耽误就医 美联社报道说 杨恒均的家人和友人发公开信说 没有理由相信中共的司法制度 能够修正判刑的不公正 而杨恒均经历了5年的 不人道的对待和医疗资源不足 上诉只会延误他获得适当治疗的可能性 杨恒均的博士生导师及朋友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项目副教授冯崇毅称 杨恒均原本是希望上诉的 但是我们建议他不要上诉 因为这么做毫无意义 他的当务之急是妥善治疗他的疾病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 理解和尊重杨恒均做出放弃上诉的艰难决定 并且承诺将继续利用所有的机会争取他获释 杨恒均去年8月份在给儿子的信中说 已经4年没有直接接触阳光 他患有肾脏囊肿 担心将会死在狱中 杨恒均遭判死缓之后 澳大利亚曾召见了中共大使表达抗议 黄英贤也表示 此判决结果会阻碍澳中关系的恢复进程 并且加剧公众对中共政府的不信任 杨恒均今年2月5日被判死缓 法院称杨恒均1994年曾泄露秘密资讯给台湾 杨恒均家人透露 他被抓之后遭受酷刑及300多次审讯 但是杨恒均坚称自己无罪 并且发誓要抗争到底 阿根廷求王梅西日前就香港风波做出解释 但是并没有满足中共与部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中国人 近日竟然有小粉红 球迷用AI合成梅西穿着糖装 用一口流利的中文道歉让外界傻眼 网络主播陈老师来了 21日上传一段影片 梅西身穿糖装慎重地表示 本人一直热爱中国博大精神的文化 今天特意穿上糖装致以诚挚的歉意 AI梅西还被发誓说 保证以后不会去日本 最爱的一直是中国 未来打算搬到中国 中国香港也可以考虑 到时候在香港我会天天踢球 小粉红还让AI梅西用中文说 我是梅西 这些天我一直和朋友们一起喝酒 喝太多了 脑袋烧批了 可笑的是 竟然有不少人以为这是真实的梅西 留言说 梅西最终还是道歉了 它比我们许多中国人还要爱中国 等等 中国知名智库育挖人口研究 21号发表报告指出 中国是世界上养育孩子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 同时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几乎是世界最低的 这份报告指出 在中国把一个孩子养到18岁需要花费的是人均GDP的约6.3倍 也就是父母其中一个人 如果不吃不喝 需要6.3年才能养大一个孩子 而澳大利亚为2.08倍 法国为2.24倍 美国为4.11倍 日本为4.26倍 中国最高 报告也表示 抚养孩子会冲击母亲的工作时间和收入 但是对父亲几乎没有影响 研究估算 如果按照每小时工资30元人民币计算 母亲把一个孩子带到4岁时 总共约损失6.3万元工资收入 如果有一个6岁以下的孩子 母亲每周的休息时间会减少12.6个小时 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休息时间会减少14个小时 报告指出 由于生育成本过高 女性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等原因 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几乎是世界最低的 报告呼吁 急需尽快出台 减轻家庭生育成本的政策 并提出9项建议措施 包括现金和税收补贴 提供男女平等的预产价 推广混合办公 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等等 这些措施加在一起 可能会使新生儿数量增加约300万 2023年中国女性总和生育率可能只有1 也就是平均终身只生1个孩子 按照中共给出的数据 中国2023年的新生儿仅有903万人 生育率与新生儿数字双双创下新低 报告示警说 这种人口塌陷的情况持续下去 人口急速老化萎缩 速度可能比日本还要快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接下来是静怡的时间 眼看着这天上的月亮是越来越圆了 就要到中月15了 出了15 很多人的感觉就是中国年也就这样的结束了 但是就在没有出15 正经800的正月里 网友们上传视频 山东下大雪了 有人就说了 这好呀 瑞雪赵丰年嘛 但是这次大雪是伴随着满天轰隆隆的雷声 场景十分的诡异 有网友就说 正月打雷 尸骨堆 这是古讯 2020年武汉验证了死了上百万人 2021年郑州再次验证 突发洪水死了10万 现在又轮到山东了 也有网友补充说 山东诸城确实是有雷打雪 19号晚间发生的 今天早晨河南下雪也有打雷 昨天晚上雷声哄哄的震耳欲聋 非常的大 连续持续了15分钟 这是在南京附近 但是有人就说 你们啊这是大惊小怪了 打雷下雪 这不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吗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最近两年流行的一首歌曲 歌词是这么说的 我静静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没看见他有人说过 我伴随着七里咔嚓的打雷声 在空荡当中寻找雪落下的声音 这真是没听说过 再一个更早之前的一首汉岳府的词 上野 说山无冷 江水为节 东雷阵阵下雨雪 乃敢雨军绝 这至少说明在汉朝的时候 冬天打雷下雪 还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是一个指天指地发誓 咱俩要长长久久 长久到沧海桑田的那种 就说吧 静怡是越来越发现 这天和人的呼应是越来越明显了 也就是在这几天 20号清晨 北京西三环主路上 出现了大量人类破碎的尸体 这大正月里出现这样的凶残的案件 真的是要没点深仇大恨 很难做出来这么血腥的事情 同时这对于一项传说 戒备森严到处都是监控的帝都 真的是一个疯狂的羞辱 那么您觉得这天气还能再坏下去吗 您还听说过有更坏的天气是什么样的呢 不妨在留言区里说一说 看看以后有没有可能发生啊 那么还有更坏的人吗 还有更坏的事吗 都是什么样的 您听说过的 都可以在留言区里说一说 我们看一看 接下来的中国会不会成为被载入人类历史 最悲惨最邪恶的历史呢 好的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 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